民意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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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意道。 现在要说变极菩萨,是什么叫变极菩萨? 因为这个菩萨的这个策法 他本身一定要有四方母验边 这一边就是变采啦 变采偷偷不拖的变采 第一就是法母验 這個菩薩行者對這個法國的教法 法國的教法,他不會自尊 無解就是不會自尊,不會祖解 我們知道齁 第二,疑無解 就是說對這個佛法的疑理 他絕對不會說出來,不會說不中 這個叫做疑理無解 第三就是疑 疑就是言疑通達 我們知道齁 對這個堅固裡面的言疑 它非常通順 不會說讓眾生聽不懂 那麼什麼叫做疑理無解呢? 就是說頭前這三種 譬如說法無解、疑無解、疑無解 這三種,它叫為眾生說法 非常主宰無解 這個叫做疑散無解 齁 所以如果是這樣 因為每一尊的這個丁和菩薩 都叫做疑疑菩薩 每一尊喔 就能成為疑疑菩薩 所以這三萬兩千位菩薩是便宅不斷 再來就是疑中法報 這頭前就說過了 如無疑命 所以請為佛這菩薩和便宅菩薩 這樣 可以把它稱為這樣 那麽來 再到跟我們講這四種的聽到 就是佛酒菩薩 還有這個佛印酒菩薩 最基酒菩薩和最下酒的菩薩 因為這個酒 是怎麼叫做酒 這個就是代表的這個行為和動作 但是這個就是代表行為和動作 不是說酒在那裡比喔 不是說說酒在那裡比 這個會記得喔 因為這個酒 就是叫什麼呢 這個無疑疑 這個手 這個手是代表 不是說他用手 就是藝術 就像用手這樣 因為無疑疑的那些作法 度眾生 由救進和救力之一 所以這兩人是代表 叫做真救 真救力度眾生解脱 救力是怎麼說的 譬如說我們眾生是正在苦海裡 他要怎麼用自己 救起來離開那個法 這個叫做救力 那麼這個報 他們的報仇 和報仇 這個報仇 就是要發報 發報可以真救眾生 奪離苦海 那麼這個報仁呢 什麼叫做報仁 他們的佛法裡面有一個叫做三法仁 這個三法仁 第一就是主行無相仁 第二就是主法無無仁 第三就是立法正仁 這三項 因為經典中有說三法仁 就是佛祖說的 修旨立法 如果可以經過三法仁下去修 主人可以立法 那麼什麼叫做三法仁 什麼叫做三法仁 這個就是我們做一個簡單 我們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主行無相仁 第二就是主法人 第二就是主法無無仁 第二是主法無仁 第二是主法無仁 另外有一句叫做一時雙雲 一時雙雲 這裡有一個,一時雙雲 這樣,這是另外 子興,這隻興就是潛流的意思 潛流 什麼叫做潛流,我們的心會潛流 想來想去,想來想去,不穩定 這個叫做自興 無雙就是多變的東西,不可以上自 沒有研究,我們的心沒有研究 世間的一切法沒有研究 一定要徹底了解 如果這樣,你才可以接近給我了解 這樣才可以解決 第二就是自興 這個興 沒有,這個第一要寫自興 自興無雙,自法無誤 這裏是法嗎? 等到這裏不對 因為一切法 一切法 你面對陌生的內裏才一切法 寫法、思法 你自己不可以主宰 你自己不可以主宰 我們知道齁 這個五就是你不可以主宰 的意思 這個是無雙多便 所以這個就是 它就無雙多便 所以我們不可能主宰 潛流的東西 就是洗到一切最是潛流的 也就是一切法 你不可以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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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樣都便 但是你要去脫灰 這基因是這樣 自興無雙和自國無誤 你去脫灰 那裏盤 就是那個不性不別的 因為這些是潛流的東西 這個潛流的東西 就是潛流的東西 但是你又要去徹底了解 那個潛流中有一個不潛流的 這樣 潛流的內裏有一個不潛流的 有一個直徵的 你去脫灰重要是這句話 所以那個直徵的 那個就是我們今天要去脫灰 那是污到我們絕對灰的東西 那個實體上就是空性的實力 空性的實力 一定要脫灰這樣 所以我們有時候幫我們脫灰 學府修行的最究竟 潛流的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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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脫灰那裏盤執行的東西 潛流的心實在去脫灰 含這個自行無常 真人真人才去撩 所以這個潛流中有叫做 心潛 心心上潛 自己脫灰去證 那裏盤積證 會實體 這樣比較叫做潛 你知道嗎 所以潛流有叫做心心上潛 祖書 脫悉空的提醒 這樣叫做潛 祖書喔 他開悟的 和佛津所開悟並沒有兩種 叫做潛 你知道嗎 但是佛津開悟的是悉空的實性 這樣叫做潛 他叫做潛力 但是第四 如果要讓師父團成 地主開悟要和師父就像 叫做心心上潛 那像佛津 念花 騎騎美修 這樣 那個俗道兩個就是 叫做心心上潛 我們知道嗎 來的文章 超潛菩薩 那是有的 有的能夠潛 但是潛自己比較難聽 因為這個法規就不一樣法規說的 超潛菩薩 這樣就感情感情不懂 超潛菩薩 悉金菩薩 悉王菩薩 因為這潛就是什麼 靈病的意思 靈病知道嗎 靈病知道嗎 那麼 也叫做靈病 也叫做優雄 優雄的意思 因為菩薩優雄中心臨向靈禍可悉 你知道嗎 菩薩是因為阿樂喊 它的 questions 它就不 makes 我們好き 阿樂喊霹anta石彗 它只ależy Brother 它就不用管理中心 那種 菩薩它 akkor 祈禮al 中心,都在丁论在禄斗,哭哀怜 所以,一切中心,对于一切中心 起自一种鼻的无量心,可以来救伴 鼻无量心,就是寿无量心的 寿无量,鼻无量,寿无量,寿无量,和寿无量 你知道吗? 这个菩萨行者,如果没有起寿无量心 他绝对不会救伴众生 这个就是四行神起心,愿而发救伴众生 所以,因为菩萨是悠心众生,就是烦恼众生 吟论在哭哀怜 所以起自一种鼻无量心,来救伴众生 在这个梦梦的众生中,有善心的行者 因为他要救伴众生,不是大家都要求 你听不懂? 你看我们这里多少人去讨论 变化多少? 这实在我替他们烦恼 我真的替这些人烦恼 听不懂? 有的来探讨一天两天,两天就再见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听听,他不一定会接受 要怎么办? 有的常常要装外面的大厅 装大厅的? 装不得到什么厅? 要装的? 甚至有的人又非奔佛法了 有些人又非奔佛法 有些人又不得了解 到底什么叫做真真真正的佛法 什么叫做真真真正的佛法 他又不能了解 所以呢,有哪就要有善心的人了 这种感觉 你看说,之前金刚经多少人去讨论 现在多少人 对我实在是替这些人很烦恼 我告诉你真真 没法度就是没法度 如果没有善心,真的没法度 反正你们这些人,有来听两天 听三天,他又再见 知道我们吗? 也不一定 其实你们自己厅抄得起 真的没法度 佛法又怎么会给你扭 你才不浮就怎么没法度 所以真正在想法 想的证明中有善心的行政 他会把他插在杰庙 让他金钦钙过 这就是钙钙就是什么呢 那个桂基的钙 譬如说这条菜鸡, 要留下一个鸡嘛 和这个鸡, 让它刺激, 会坚固 因为这个鸡, 如果没有刺激, 这张手法不大张 你听到吗? 手法不大张 这个鸡, 如果没有用, 这张鸡会黏起 所以这个布质经另外, 布质经佛就有说 他说一句话, 说习惹, 毕如一切水 毕如一切水, 政叠国, 由目, 改叠政党 菩萨盈利, 自心情情, 自逼颇好 一切证明, 改令, 政党, 一切选犯 现在这是比如, 说比如有水的地方 你可以去政北国, 就是这个五国 政北国, 也可以政油木 比如说油, 或者这个木材 你把正正有水的地方, 它自然会静动 你知道吗? 这个北国, 会静动 但是菩萨有哪样? 菩萨有哪样? 菩萨有哪样? 这个水是什么? 因为这个水, 如果按照杜底经说 水先离万分, 再说上善俗水 你如果看到杜底经就知道 上善欲水, 水先离万分, 亦不经 触众人之所 这是杜底经, 弄出比如的 但是菩萨的心有哪样意思? 菩萨的心, 它主心情情 但是, 它主比佛福 最佛就是因佛的意思 让众生可以清凉 譬如说, 今天我们在这个大掌手的跪下 没受到这个阳光 这样, 求那个阳 主要我们的心窟, 它不太阳 但是菩萨用这个佛德佛法 来救祷众生, 来托好一些众生 让众生各个各样, 能减重一切弦法 因为今天我们众生 对这个无名, 去修 这就是一定要先法一个行政 到将来, 个人解脱 这个有哪是叫做现金行政政 再来将来有那个本书来行菩萨 这也是叫做现法的政政 将其究竟, 这样就去三妙三菩提 这样叫做福费比较苦重 所以今来不可以说是非金菩萨 和上禅菩萨 这两句话就是这样解释 菩萨的追寻就好 现在来有一个叫做非王 什么叫做王 这个王, 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叫做君, 君王, 君王 你知道吗? 君王, 君王的意思 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君王 也叫做天主 但是天主我们的尊称叫做尉民 是佛廟 就是我们佩生的佩母 君王也好, 天主也好, 王也好 但是我们这个佛陀 有个说法王 法王就是这个生人的结尾 佛陀才可以称法王而已 其他不能称法王 美中的称法王不对 你听不懂? 美中的一些海有更高潮的 听我做什么法王好不好 我跟你说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我有给我们提醒过 台书 来哦 分 abused 清法王 清太宠 哦 再来 清上人 来 清武汹书 哦 這樣 我知道這四種的名稱 都總是個尊佛 佛裏法隆 佛裏代書 佛裏上人 佛裏無上書 所以這些作者不能獲獲獻 他們就沒有大家那個水準 菩薩就不能這樣 所以一個如人稱無上書 很多土地稱耶穌叫做上人 請代書就不可以了 有啦 有哪有那種 經過經代替請代書有哪有 這就比較適合 但是要請上人不能獲獻 法隆就是生人之極為 叫佛裏 所以法法經的友文篇說 如來是主法之王 因為他清靜主性之後 一切法 法主主性 所以如來有主法之王 有主法這就主宰 所以叫做法王 菩薩 摩薩 還不能成法王 所以這個王 王有空證主性版書的官靈 叫作為冒犯 譬如說這個王 這個下的裝神 如果有衛著 叫作空證 叫作空證 以它的調理 叫作空證 給這一次 一切的裝神 在辦事 讓它辦事 所以王 就有官靈 充了清理 但是這三萬兩千 為母厄薩 已經近務廳党府的主宰匯了 就是這個法王的定力作修 就是佛道的定力作修 像君王的文武大神 我們用這樣做 所以賢戒佛義 非常佛修 因為你知道佛道的意思嗎 佛道要怎麼做 那麼這個在摩奧索都知道 所以佛道的工作 他就成長起來 不像是賢戒佛義 但是用這個方便力來救助武援的重生 所以這個佛道經佛道比較說這樣 騎乘 我現在引説佛道經 騎乘,彼如有台國王 他心力,國靈辦國書 因為有新的力量 才可以辦國家的事情 因為國王自己一個人不可以辦這些工作 就要調整武、武、百官 我們知道 可以幫助的國書版很好 所以這個佛陀的佛佛 如果是這樣,可以方便力 可以成本一些佛修 因為佛陀有這個追尊 像國王用的這個 有靈力的調整 我們簡單來說,譬如說佛道的俗下 裡面有無量的魔王 國人去破壞一方 自然可以救無量重生 國王的調整 無關有無疾 無關有無疾 我們知道嗎? 所以這個國王裡面 如果有很清潔的條件 國家的事情都會提供得很好 佛道的俗下有很多魔王 所以佛陀當然會救度無量重生 所以佛陀的佛陀 佛陀的佛陀 有哪些國王所有的行力 方便力 可以成本一切佛修 就是說來辦佛陀 應該要做這個工作 所以這個叫做一切佛修 所以現在這句話 這句話叫做什麼? 佛陀佛陀 很高興來接受國王 給他的工作下去做 就是說今天這個魔王 都很高興來生效 發王佛陀 交代的工作 和他應該要做的工作 他都做到完完 這個叫佛陀佛陀 每一頓佛陀就是這樣 再來叫做佛陀佛陀 和悉空中佛陀 因爲這個佛陀佛陀 跟悉空中佛陀 這個佛陀佛陀 這個佛陀佛陀 就是佛陀的說法 它有善恰的音聲 真善恰的音聲 甚至絶食用去佛陀武來 因為他在所謂中,他很近 用到中心的記憶 甚至他絕對不會講話、講佛法、講不出來 因為每一頓副作詞絕對要有無量的便宅 才會發落那個方便費,他會分定出來 所以這個台風公佛法憲經所的第四十三有講這樣 譬如說,九弟菩薩 這個可以稱為大法書 九弟菩薩 這個創作二、三、四、四年的九弟菩薩 立義古俗 就是說他要立修 立修佛道的法義 每一個法義他都十九到十俗 第一,他聖地法義 佛道的八萬四千法 他沒有一個人不知道 第二就是零講算算 無論他要講什麼 他都會有水準 可以說出來 怎麼說呢? 無論他面對中心 什麼樣的水準的中心 是金來還是金噸 他都會說出來 再來處長無畏 就是說在這個中心的面前 他不怕行 但是就是說無斷的變質 他的變質不簡單 他變質不簡單 第五就是挑方便說 他已經正確來方便為中心做法 第二,發水發行 他本身說的法 他照起工這樣流行 照起工行 他不敢說 他有講 要說給中心做 他不做 他不敢這樣 對錯就是堯儀古教 因為粗地菩薩跟高地菩薩 因為他的蓋已經要祝被 所以行方爭 絕對沒有要說我們強行 不敢這樣 講話也沒有強行 特別就是誘命情情 因為脈殺已經要降佛尊少生 所以他的行動化身絕對沒有中毒 第九就是身心無關 第一,他的身苦也不覺得忍耐心 心也沒有那種耐心的心理 這個叫做身心無關 第十就是身就耐力 因為一切的忍著行、忍耐力 他都絕對骨絕 因為菩薩偏佈悉空 菩薩偏佈其他大善世界 他要生就無量中生 但是要生就無量中生 一定要生生就自己的忍耐力 這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大方公佛法嚴經所第四十三所說的 這個呢,就是說 便因菩薩就是他的善喀音聲 持續應機便財無解 所以在裡面我們猜出 就是喬風便術 靈共善術 無斷的便術 這樣 這個就是便因菩薩 一切菩薩有便因的水準 這樣 那麼什麼叫做虛空中 虛空中就是虛空 就是整個無中的空間 那麼這個無中空間 它是無形質喔 無這個形或無這個質 所以叫做虛空 但是空間又在無中的 所以叫做空 那麼虛空 還可以保重一切喔 虛空 什麼東西 因為虛空嘛 所以什麼東西把它放進去都可以 譬如說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有虛空 才可以放這個桌 但是放這個桌 不可以再放第二桌 這樣 這間家裡的虛空多大 可以擁有多少人 這樣就是虛空可以保重一切 也會生化一切喔 怎麼都生化一切呢 注意這個台地 地球就是流失的虛空 但是台地 它為什麼會生化? 這個台地 它有虛空的生化功能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負性 這個負性 在虛空的 在台地人 所有生化的功能 所以這個台地 我現在跟我們說齁 你們知道最近有一個科學家 去找到一粒超級說一千年 有沒有? 現在他還在保養 還在出獄 你看他的生命還在地 不要說超級 現在我們看一片 酒拼 三拼 這樣把它開下去 這裡面是沒東西喔 對不對? 不過水到壓下去 那個地方就再補超級起來 這個就是他這個武漢公園自己先起來 科學家有這樣說 你現在用一箱水喔 你把它放進去 你把整個經過都蒸發了 把它放進去 它不會生東西 害人的水 你把它吸一瓶 瓶下去就好了 很奇怪 裡面 東西生起來 這個是什麼原因? 這個就是這個虛空裡面 有一個很自然的功能 有一個很自然的生化 這樣 一自然的生化 真奇怪 所以這個虛空是含著一切生命 你知道嗎? 虛空中有含著一切生命的基本 所以這裡不是說生液靈生化一切 但是虛空的貼性 虛空的貼性喔 貼就是它平定酒片 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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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硬定就說沒有分別心就對了 沒有分別 虛空的貼性本來沒有分別 還就是騙一切 因為我們所有的眾生喔 都很忘憶 我們現在來講一個 譬如說天地中喔 天地中跟 善人要刺啦 他刺我 但是惡人也要刺啊 聽好嗎? 他沒有分別心 你今天會來照顧的一切 在野 困難 這是你自己營過的補充 你還沒補充的 他照常給你刺到你 刺你的生活 這樣過 這樣過 好好過去 這就說天地去刺 人沒有分別心 你聽好嗎? 齁 啊 你到時間到 你自己就沒辦法接下去 就是你的脅補 這些東西 天地有帶這些東西 要給你吃 可是你就吃不下去了 就是你自己的脅補 不然他也是給你吃 聽好嗎? 所以天地跟善人沒有分別了 沒有分別 現在來齁 這個性 可變形 思想 齁 就是說怎樣呢? 飛空的提醒 把你引用的中間 會把你變形 以敵術 不一樣的提醒出來 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人的真如自生 用飛空 來把飛如無常態 再來包裝一切無量的公敵 這樣 包裝一切無量公敵 所以叫做飛空中 我們人的自生 他們裡面有三明 宿敵、五眼、六通 我們知道嗎? 跟無量公敵 我們的主性婦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飛空中的佩殺 就是說 隨便佩殺的時鐘 佩殺的時鐘 佩殺的時鐘 飛如飛空 靈化一些重生性佩殺 飛空中佩殺 代表什麼呢? 我們這個佩殺 因為它開五時鐘 所以有時鐘佩 跟飛空中佩殺 還可以化妒無量公敵 像是大地 也像是飛空 可以救度無量公敵 跟神化無量公敵 同意思 所以它叫做 每一尊菩薩 叫做飛空中菩薩 無二十就成為飛空中菩薩 所以這個第十經十四 十四 這個飛空中品有說這樣 何因緣 何因緣 什麼樣的因緣 跟名字 叫做飛空中 佩殺 佩殺跟這個速便佩殺說這樣 善南主 它叫一句善南主 比如代夫中佩 一個很富貴的中佩 道主民眾 它有很多民眾 但是他這個大夫中佩有無量的層口 層口中有無量的財布 窗萬 但是他還可以來行佈死 行佈死 不過他心無堅忍 就是說他無堅忍 因為他無堅忍嘛 眾生需要他都給他 不過呢 這位大夫中佩 他在行使的時候 行使的時候 賓窗 王傑就說有賓窗的人 去那個地方 隨意所需要 你要愛什麼叫你客氣 愛什麼叫你客氣 所以他呢 可以開代保重 因為他有無量的金銀財布 所以這個窗戶開去呢 開開之後 你要愛什麼 我都給你這樣 齁 所以這個比書中佩 就說來跟他討這個中佩 都可以識他 他要愛什麼 都可以聽到什麼 所以這個中佩 這個大夫中佩 保持之後 心他也很高興 不愉快 齁 他還有佛教人說這樣 善南主 悉空中的菩薩 也會哭入世 因為悉空中的菩薩 在到如來的心足力 齁 心足力量 在悉空中 可以隨重生所需要 齁 齁 哪是叫法師 那就是說在師啦 所以說無論在師也無論法師 心靈師有啦 眾生需要金錢 就是那個報師 數量法中的一個報師嘛 你知道嗎 數量法有報師你們知道嗎 他都隨時需要 那麼如果這個眾生 他就不會接 這個腦筋裡面 不能徹底 來因爲法義上 來救團 所以他就用這個法師 把他施下 但是他所施下的 都可以讓眾生 這個發育 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 比如這個大夫中佩 所以這個悉空中佩薩 剛才有台夫中佩 因為悉空中 因為悉空中 是由無論的佛法 到無論宅 所以在這個所在 我要怎麼說明 一個佩薩 有什麼叫做報仇佩薩 這個後面怎麼說 怎麼說報仇佩薩呢 注意你如果有徹底要參會 你的兵局自然改觀 你過去檢討 但是現在要參會 參會檢討心 那麼你的經濟 你檢討 自然金星平共 但是你就不徹底 金星的平共佩 就是由過去檢討 跟佩義 你如果參會佩義 跟參會檢討 你金星的平共佩 很快就改變 上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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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有徹底參會 不然後來就有奇蹟發生了 怎麼奇蹟發生呢 有時候找不到路 人家就來到你的家 你叫你 就直接去欠一個什麼位 讓你能隨便投入 這樣你的生活就改變了 這個叫做報仇佩薩 聽到嗎 他就送了這個 災報給你了 所以這個虚空中佩薩 他中心需要發 他就發給他 中心需要財布 他就財布給他 但是你如果沒有真心 我告訴你 就不會感應到高 沒有真心參會 過去的見慎心 你如果沒有真心參會 真的沒有可能感應 有人為什麼呢 心態很艱苦 這樣六撇 六撇 但是他不知道這個好處 參會的好處 附近參會之後 我已經有聽過幾位了就對了 那個生理 本來做到 有到壞壞壞 到外面 這樣幾天的中間 就整個都改變過了 有人找不到路 他不知道這個原因 他參會之後 他在外面 北館齋參會之後 他都在外面 不知道要怎麼做 我說你參會 你今天在生活上 不可以進行 東路不打不打不打 你直接做不好 你就參會 他一輝 還在北館齋 之後 他說這時候 我參會之後 一個星期 就有人跟我 我去吃個公式的頭路 那個頭路我真的好氣 我們知道嗎 這樣就改變了 這個叫做寶秋菩 善經濟會進行給你這樣 所以這裏不是說在世發世隨眾生所輸嗎 但是菩薩不說給我們 先過過量,過量你會再定論 你聽到沒有? 因為眾生還在賣相過量的經營主佈 你會再知道 現在生理一個無形就不出來了 聽到沒有? 不出來聽經文就好了 現在問自己是怎樣? 現在才會不出來 好,現在生理很無形 你給我看 我的故事出來了 現在菩薩看你這樣 你還定論 我會再把你拿起來 好啊 生理無形,不想聽經文 不讓你聽 聽到沒有? 讓你聽就出來聽經文 所以你不能說 不可以聽,不可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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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落實了 所以今天這裏不可以說 先再來 靈性辦法,在世發世隨眾生所輸 又有先開音聲和便在無解 所以 清為便陰菩薩和 hy antrum菩薩 這裏是何樣的? disciplines 法制 火記啊 那些又有想說 要升運 有些火在頭前 那些叫做火記 那麼這個記就是 教養公明之上 火這樣呢 那麼黑暗的所在 它就更起來 但是這個法報 我們這個三報中的法報是火記 它能夠教養 眾生的這個旨名 這個名就是分點的意思 無旨 就是這樣說 那麼這個 這個寶記 和寶養 這個用語就是 建議和割割 譬如人有勇氣 就是堅持它 應該做的工作 那個叫做建議 人有貸費 它要怎麼做 它隨時割定 這個叫做割割 但是菩薩有法 菩薩有法 菩薩有法 它本身在救佛道的時候 它有建議 這樣 就救佛法囉 最初沒有那個叫人 哪有哪缺的人 可以這個 跟我們想講 佛法的思想 最初沒有這麼好 你們哪要學哪不好 我跟妳說,妳們將來有什麼... 不太順、不太好 會拖時間 將來要成就會拖時間 所以求佛陀的時候,一定要有堅定的意志 合法中心,要有格格的地點 怎麼說格格的地點? 因為中心的需要,看什麼 它可以隨時下去用那個合法中心 中心的需要法解說 譬如說金星金星,我們現在就了解這個月法時 中心的這個學情報 這個聰明很大 這個又煩惱難斷 所以,就像帝宗堅說 我們中心的這個心難好難掉 所以很多人要成就困難 像念父要念到一心不亂 就像這個 禮兵人流技術 他就說過 他帶動兩千人念婚 但是實在可以去西方只有三四的人 要想辦法,這樣要怎樣 要怎麼救佛中心 這個菩薩要有格格的心 即使這樣不可能,趕快轉一個證圖 轉那個不必一心不亂的證圖 什麼證圖 沒有證圖 沒有證圖 所以用大眾中 我們才來給眾生、救生走出證圖 這個就是一定要有格格的本書 但是呢,當然有哪有些動性可以行菩薩 也有啊 反正我這樣教教你們金星金星,你們就發現要行菩薩 有的也是說,我金星無法當行菩薩 我來時要行菩薩 但是這種的情形就個別交友了 所以這樣我們不會過一段 雖然 那就是北元在界都幾千人嘛 不過 加選多少人來這裡聽這個大神經 聽到嗎 向上國中這樣來到北元在界四千幾人 我們也不是不跟他們說,我們才去港大神經 但是他們天天就不會落實 這個大神法醫 沒有買來落實 這也沒辦法 所以這個格格就說 今天你眾生要怎麼費用 要怎麼跟他們因得 他今天有這個因緣來在陸道中 出事在人間世 再來可以進到這個三佛營靈 看他可以給他因得 有的人給他當世 進到這個大神經教 有的人呢 給他第二世不要堆落 就把他帶來給米勒菩薩教這樣 這補就很簡單嘛 因為你念米勒菩薩就可以去 這就像本床要補就對了 像本床要補 你如果念米勒菩薩的南無董 如果下山民的時候你就不做 那法官才不做 這就沒有藥堂救了 你聽到嗎 那些善心就都沒有了 那就頒救了 他們的父母三佛靈嘛 不可以做無緣的人 那這罐就沒有效了嘛 所以這就怎麼樣呢 菩薩一定要有這個 為著法救佛 有間諜意識 如果下法眾生 要有個關的地靈 今天你眾生 任何一個眾生 哪有做過一廚 這七廚的法官才 會向道士靜職 他絕對賣掉 到時間到米勒菩薩 就在接應 這是佛道跟我們成立的 對不對 絕對沒有騙我們 所以我們用這個 跟我們信仰說 比較方便法的 各道士論文 這個來 帶眾生 一定要有個關的地靈嘛 那麼這個禁 就是地的意思啦 因為這裡有佛見菩薩嘛 佛見菩薩 以前是一佛記啊 來就是佛用 那麼來就是佛見 所以這個見就是齋的意思喔 譬如說法義 有一個正確的認知 這個叫做正直見 是不是這樣 正見跟正直見一樣意思 這個見就是另外一個意思 叫做開業的意思 所以不叫做明心見性啊 你知道齁 這個見就這樣 究竟的原本這個見 要說到這樣比較多 齁 不是正直見而已 因為重要是這個明心見性 見性性佛 這樣 那麼這三萬兩千佛的菩薩 就是集中法報啊 因為剛才有說過嘛 了達主法就是憲嘛 不論是洗法出洗法 完全清清楚楚 都都精通嘛 所以這個憲 另外一個名字叫做人貼 也叫做開業 兩種的法義 人貼就是主法的人貼 八萬四千佛文 法法改了解 改正通 你知道嗎 這個叫做憲 但是空性的真理 開業 這個叫做明心見性 齁 要記住喔 注意喔 水準就是那個明心見性 了達主法就是憲 所以 因親身堅果 所以請用金光的用 為什麼說金光的用 因為這個金光的鼻子 就是憲 但是法報在這補教重生 用調子來建造這個法報來補教重生 只要親情火記 收教基礎 因為這個火牙去到 不論清年暗 火焦了之後都直接扛起來 所以這個明暗氣毒嘛 就破現公明 所以親身為接 有說寶記 還要叫寶若 由如金光 菩薩 請由金光 所以�빔 caller叫寶苑 菩薩開大媽 靈心見性 再瞭著一切法 所以菩薩叫寶苑 任何何言 il如金光 菩薩 所以佩渐спaa 所以菩薩跟著保佑 菩薩開五、靈心變形 再撩一切法 所以菩薩跟著保佑 因為發佑一切法 改正通 所以叫做保佑菩薩 但是在這個保佑經裡面有說這樣 騎乘 比如日子初出 比如這個太陽 初初在東方出來 它會奉公 出來就奉公了 但是可以給一切的眾星照明 菩薩還是這樣 奉地府的庚 一時可以奉角一切眾星 菩薩可以奉一切公 和太陽修相可以奉角 定改奉角的眾星 如果那個七明的眾星 我告訴你 有的有的很難保佑 齁 一禮拜來這裡 聽一夜 聽不下去 我就覺得 緊急不太好了 我們知道齁 這真的緊急不太順 不是很久了 我來這裡聽兩點鐘而已 我不會那麼艱苦 齁 我一禮拜中這麼一位 我就不會艱苦 為什麼你們一禮拜 來這裡聽兩點鐘 這樣聽不下去 很奇怪 齁 這真的奇怪 這奇怪 齁 齁 所以我來講 菩薩的念 奉地府 就是說 他如來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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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佛教一切眾星 齁 這個就是佛哲經佛道說這樣 齁 另外叫做 帝夢菩薩 跟明夢菩薩 因為這個帝夢 就是叫說 帝色夢 齁 齁 那麼什麼叫做帝色夢 就是說 帝色天的這個佛夢 因為帝色天的這個佛夢 是這樣齁齁 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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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那種佛夢 來架子 你就抓到那些 就做到像主人 但是跟夢在帝色天窮 你看 夢在帝色天窮 這個帝色天窮 就是什麼呢 那種天的地方 但是每一個朝天的耶 都是給公名 很嚴重 有很大的 公名很嚴重 所以經典中有師兄用帝夢來譬如說這個書法 就是說佛德所說的這個法 一頂一頂是無量、無邊、無針這樣 還有相關 不是說這個法和這個法無相關 因為每一個法都有相關 你再拿對對來倒對都有相關 像帝夢、蟲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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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相關 所以再說就是佛偽觀 每一個法人人人靈靜 再來這個夢 另外有一個夢度的意義 有夢度的意義 就是這個水平就是三萬兩千位菩薩所有的無量法文 法法、改靈、現實、蟲子、蟲子 都非常偉大、很明顯、很蘇生 尤其是無緣的眾生可以渡 沒有一個就沒有去 絕對會把它渡起來 所以叫做帝夢、明夢菩薩 就說每一個菩薩 它可以渡有緣的眾生 每一個眾生絕對沒有去 無緣的眾生絕對沒有去 無緣就無法渡了 無緣就無法渡了 那麼來下面這句這個菩薩叫做無緣觀菩薩 這個觀 那就是特色管 管教的管 就是說主修 用主修來講 觀察夢幻 於特觀真理 這個夢幻就是一切煩惱 煩惱它的究竟 你也要了解這世俗的因緣法 這世俗的因緣法 眾生不得了解 發生就是這個悲失的心理 來接觸悲失了 但是今天這個無緣觀菩薩 就說它可以特觀 這個因緣法的聖體 會再了解因緣法裡面的空體 這個空體裡面的精力 所以他們可以將什麼理他來講 因為他們可以特觀真理 再來 就像這個理他這樣來講 他們可以下憐 修探眾生的因緣 譬如說眾生到底今天要修不修 還是應該修 怎麼會流失 這個菩薩在這個空性 心理的一種真理開悟了 他們有他心通 還有這個宿命通 他們可以了解心理 所以他可以特地了解眾生的這個因緣 所以在法義上 可以這個動態的代表 無緣代禄 為什麼叫做無緣呢 這個無緣不是說無緣緣 他們就以無分別心 無氣有的分別心 這個叫做無緣 他們的這個無緣 無緣一個想 有一個境 有一個心 無緣 所以這個無緣 就是無緣 就是這個 自己的分別心 因為他可以動態 就是說眾生動態 提醒 無分別心 動態 來導致他們 可以這條快樂 這樣 所以 所以 還有一個 有佛法 上無緣緣者 還沒有那個緣緣 還沒古著緣緣的人 他有哪裏 可以跟他 搞法 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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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菩薩行者 總是 對夢 你知道嗎 因為他 要望得一切的重生 這樣 看每一個重生 可以當中 這個解脫的 所以 這個三萬兩千位菩薩 一定會管他的 近期 跟促生的 這個能力 讓他能力 修持 將來實在 理好 這種 這樣 那麼 由這樣看 每一個菩薩 可以說 都用心計較 他 現出 各種 的無緣 神通 還有各種 這個無緣的力量 希望 眾生 都能夠 這樣 每一個菩薩 跟這種 本書 這個 我們就 用來 就把我們 睡眠到這裡